窗口拖到屏幕边缘 变成屏幕的二分之一 没有这一项的话 可以在中端输入这段代码 图标就可以在第二排显示 点开还能看到更详细的数据 如果你是第一次体验Mac生态 或者准备更为Mac 那下面这些使用技巧 注意事项一定要知道 首先是硬件相关的知识 那如果你的屏幕关着在 打开盖子它就自动开机了 开盖方式也要注意啊 不要用指甲抠 很容易把这一圈橡胶圈漏坏 那应该用指度往上掰 盖子打开的时候嘞 随便按一下键板也能自动开机 Mac一般不用关机 平时不用了 可以盖上盖子或者放着 它就会休眠 那这个时候电池消的很慢 虽然Mac很流畅 偶尔还是会死机 长按电一键就可以强制关机 关机了出锋板是按不动的 不是出锋板坏了 那因为电脑没有通电 那下面的振动马达 它是不会工作的 前面这两排孔看着很唬人 其实只有下面这两个地方 还有背面有影响了 上面这些孔都是装饰用的 Mac经常被戏成梦幻单热管 散热确实不是它的强项啊 毕竟Air上连风扇都没有 但是Pro上还是有两个风扇加散热孔的 进风托的位置呢 是在下面这两边 出风口在屏幕转转的地方 所以平时要注意桌面的灰尘 最好抬高用更有利于散热 然后是一些常用软件的操作 大部分软件可以在iPhone Store下载 那网上第三方软件它更丰富一些 但是Mac默认是不给安装的 可以在隐私与安全性点到任何来源 没有这一项的话可以在中端输入这段代码 然后回车打开权限 第三方软件就能正常安装了 卸载软件呢 在仿达 然后应用程序 右键或者Command加Delete 删除 但这样的操作它是有残留文件的 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像 CleanMac Lemon Cleaner 卸载干净了 如果软件卡死了 可以在苹果强制退出 然后选中卡死的软件 然后点击强制退出 Mac的键位大部分和Windows一样 除了下面这几个键 Mac上的Command就是Windows的Control 像复制 粘贴 保存 都是这个键 FN是快捷键 可以设置更改输入法 或者表情符号 结合上面这边也有很多快捷操作 外接非Mac键位的键盘 可以在键盘 键盘快捷键 修饰键 这里调整键位 Mac触控板 绝对称得上是最好用的触控板 我对这句话负责 滑动手势都非常好用 可以在设置触控板 这里面调整跟踪速度 还有点按的反规力度 滚动缩放的手势 我之前也出过一些触控板 使用技巧的内容 感兴趣可以回忆看 你适应的牛海皮没有 没瞅我们先不说 关键是图标它还展示不全 很多图标它自带一些快捷操作 用起来就很不方便 这就可以安装Bartender4 这款软件的 安装完之后 我们的图标 就可以在第二排显示 功能上起码就可以用了 系统信息里可以查看 硬件信息 像CPU、GPU、电池状态 活动建设器 可以查看系统占有情况 像CPU、内存、能耗、 磁盘、读取、解入、网络 如果你对系统占有情况很在意 就像我一样 有那么一点点强迫症 可以安装Extend Menu 这款软件包含CPU、GPU 还有内存、磁盘、网络 这些都可以在状态栏展示 点开还能看到更详细的数据 就实时监控电脑有没有在摸鱼 Mac和Windows窗口的最大区别 就是这几个按照的位置 Mac它全部是在左边 点了全屏之后 窗口会占满整个屏幕 第一次使用的话要适应一下 而且Mac自在的布局也很难用 通过这里长按把窗口放在左边 然后这边再点一个窗口 中间可以切换它的左右的大小比例 我们就可以安装Maglet 实现和Windows一样的功能 窗口拖到屏幕边缘 就可以变成屏幕的1分 1分之1或者4分之1 还有全屏 这就很适合一边找参考一边写东西 最新的MacOS 13 Ventura也有一些好用的功能 像台形调度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进行演示 最近使用的软件会放在右边 中间就会展示一个正在用的窗口 非常的聚焦 切换的动画也很丝滑 但是很多空间 多窗口操作就很不方便了 它的使用场景就一般用来做演示 连接到其他设备 附近有同一个iCloud的Mac或者Pad 就可以用一套鼠标在设备之间操作 手机变成摄像头 这个算是mini用户的福音 视频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手机变摄像头 麦克风 这个画质音质比笔记本自带的好太多 那可以直接用来录视频的 除了自己用 Mac也可以登录多个账号 就和家人一起用 再设置用户以群组 这里面可以添加账号 上面这个MUN就是刚刚添加的 在锁屏界面或者开机之后 点击切换用户 然后输入我们的名称回车 它就直接切换到MUN这个账户了 而且各个账户的软件它是通用的 那但是数据只有自己能看到 就不用担心个人隐私 输入账面或者按下指纹键 就会直接切换到别的用户了 日常使用也要注意这些 首先是清洁 脏了最好用绒布加清水清洁 特别是屏幕 那因为Mac屏幕 它为了减少反光 表面有一层涂层嘛 那酒精就很容易把这个涂层给弄掉 所以不要用湿纸巾或者屏幕清洁剂 那这些带酒精的 电池保养也有讲究 可以再设置优化电池充电 和下面的这一项给选中 那用的时候呢 也不要等每天来再充 充电器在旁边的话 就可以随时插上 充电器充电线最好用原装的 那现在也有很多第三方的充电器 做的很小 那但是要注意充电功率啊 可以在电脑背面 看到最大充电功率 来看看充电器有没有匹配电脑的充电功率啊 太大太小 都会损伤电池 电池一年内最大容量 低于80%是可以免费更换的 可以在电池健康里面查看的 但是一般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电脑如果长时间不用 一定要把电池充满放着 那没电了再定期充电 那这样电池就不容易坏 这么多要求 也不是说要把电脑供起来 平时正常用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很多人喜欢苹果 有一个点是商务服务 电脑开机激活有一年的保修 主要部件像 主板处理器内存 硬盘充电头 键盘显示器有两年的保修 更换了重新计算两年 除了自带的保修 也可以单独购买AppleCare 质保升级到三年 那相当于是在原来的技术上 再加两年 保修范围包括 不限次数的意外损害 那每次呢也是单独收费 比如屏幕坏了 只需要799 比自己修便宜太多了 那如果你用电子设备 大捏捏的 可以试试AppleCare 有一次意外损害 就只会飘下 最后是配件 像屏幕键盘膜 鼠标键盘显示器 那增高支架 多长屋存储 我之前都记得过 感兴趣的话可以回看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一定要点赞 投币收藏一键三连 我是小代 我们下期再见